上次提及到一些俄乌危机事件和ESG相关股份的关系 以及教大家如何用一个ESG的眼镜去筛选一些不资源相关股份 我想大家对这一方面都开始有试一试的形式 但今集叫你来,其实是要再进一步深入一点,更多试图 没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